你不让你去花边社 咱以前的事就不提了 你娘不让你去花边社 那你就在家 先帮爹卖药 行吗 不会 就 从昨天到今天 爹就是说不到你心里去呀 你不原谅你娘 不去卖药 可你总得吃顿饭吧 爹 爹 求你了 爹 我想出去走走 可以 可你总得吃了饭再去吧 说话算数 段落 年儿 未经许 我们看看 周小婷 右边 从儿 脣网 连 在这儿呢 我不认识你 俺认识你 你叫秋 俺到你们家抓过药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走吧 秋 俺娘说过 这天底下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遇到啥事 挺一挺就过了 咱可千万不能再 你说是吧 那天的事 俺也知道 俺帮不了你 只是希望你 以后别再那样了 咱们女人这辈子不容易 所以 要活下去 好好活 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桃 咱们俩家住得挺近 就个一条街 桃 我以后再也不会跳海了 就算遇到天大的事 也不会了 舅 俺听俺娘说 你也是一个 拾文断字的人 应该比俺们想得多 看得远 人啊 有的时候不是想不开 是迷糊 虽然邱没能参加花鞭舍 令梅十分难过 但是 很多穷苦人家的姐妹 都来到了花鞭舍 她们在花鞭舍干得很开心 这又让梅感到了欣慰 因为 她的心愿 终于实现了 你们主意 现警长 你看看吧 游击队又开始活动了 咱慕平有吗 上面让咱查 那就是有 我听说 展市长的八十一师又进山了 局长 您放心吧 这游击队蹦的不了几天了 前头打跳踏 有就使不上 谢警长 那个姓柳的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啊 没有 除了印诚钱庄 他就去了一次女中 他去女中干什么 是这样 远东的陈少爷和我老岳父 在女中搞了个花边社 让他过去看看 这个时候姓柳的来到了慕平 绝不能放松 我明白 是 游击队下山了 得抓他们的 还有宣赏 五十块大洋 你到了慕平以后 除了开展抗日救王外 还要想办法去建一建 昆云山的红军游击队 那是我们武装抗日的活主 一旦抗日的强声打抢 他们就是焦东抗日的 中坚力量 这赠塑 这赠塑 这钱不合胜 这钱不合胜 但是 我发现他们 我要输的 我就拿到这钱了呀 那这钱 这钱 我可知道是 我可怕 我看是 他还真困难 自然 我不是 这钱 我们知道是 不合胜 啥事 你说吧 二表哥海亮 你最近见过他吗 你问这干啥 我在北平的时候啊 有个老乡跟我说 海亮参加了 昆鱼山的红军游击队 有这事吗 这事 俺也听说过 但是 这事不能乱说呀 知情不报 那是要蹲大牢的 我知道 可是海亮 不是跟你关系好吗 他什么都不瞒着你 你帮我打听一下 海亮 现在在什么地方 小海 你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以后别叫我小海 叫刘胜 刘胜 现在整个郊东 都在查游击队共产党 你在一城前庄 好好干你的帐篷先生 行 要不然 再被警局抓走了 俺可真帮不了你了啊 你放心吧 我一定在尹城 好好做掌防 不过 刚才提到的那个老乡 让我给海亮捎个话 受人之托 要是不办的话 我就没信誉了 行 那我告诉你 海亮 现在还在游击队 但是 但是你的话 俺没法跟他传呀 海神哥 实话跟你说吧 我和海亮 是一样的人 咱们 海神哥 海神哥 老四 你咋来了 你家出事了 你爹让你赶紧回去一趟 俺家出啥事了 你爹没说 让我给你带个口信 让你赶紧回去 行 那俺知道了 来坐下 快回去 不了不了 俺城里还有事 你可要快点 你爹挺着急的 好好好 您慢走啊 永生 你先回去吧 俺收一下东西 回家看看 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 这柳胜和林海生都说什么了 没说啥 伙计说 他就是吹仗去了 然后呢 然后他又到别的店要仗去了 行 你先去吧 对了 经长 还有一件事啊 值得咱怀疑 什么事 那个柳胜啊 离开草编店时间不长 林海生啊 他也离开了草编店 而且啊 他回家了 这回家算什么事啊 我打听了 那个林海生的家 就住在昆虞山林家狂 那儿啊 那儿是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 昆虞山林家狂 哦 站住 别动 别动 把手举起来 站过来 你干什么的 是两位老总啊 俺回家 家里有点事 回家 我看你是赤粉邮寄队的 老总 看你说的 俺咋是邮寄队呢 俺家里真有事 俺是从木屏赶回来的 俺家就在前面 少过来这套 我看你就是土匪 走 跟我走 老总 俺真不是 俺家真有急事 俺是连夜赶回来的 老总 俺这有证明 这个够吗 你住哪里啊 就在那前面 那 那边那个钢门台 那就是俺家 走吧 带我们去看看 好 走 行 两位老总 这就是俺家 来来来 请请请 爹 娘 回来了 来来来 两位老总 里边请里边请 孩子他爹 我对不起你 起来起来起来 你 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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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啥事了 你说话也哭啥也哭 你 爹 咱家 咱家出啥事了 你能说话也哭 到底是咋了 到底出啥事了 到底出啥事了 霓子 来 霓子 你告诉爹 咱家到底出啥事了 霓太 ta 你给她咋啦 靠他的 您个到底她咋啦 你说呀 孩子 fö 弟 reporting 是阿滴比起你 石头堂 找了场疾病 還没来得给她 请忙着 孩子打 kro 走 走了 走啊 走啊 这咋可能呢 这咋可能呢 上个月我回来 石头还活蹦乱跳的 咋就说得病你得病 说走就走了呢 这不可能啊 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你说坏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爹 不过啊 他真的走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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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知道 爹知道 你平常最爱吃苹果 可爹 但是 总是没时间回来 今天 接给你买了好多苹果 你看 这些苹果 又大 又脆 又甜 吃吧 孩子 今天 你就吃个够 吃完了 爹还要给您买 好 他爹 忙了一天了 吃碗面吧 他爹 想开点吧 石头已经没有了 你就是想白了头 他也回不来了 吃口面吧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闺女养得好好的 儿子全该养没了 你还叫俺咋吃 还吃了下去吗 俺知道是俺不好 俺没太好事的 俺对不起你 对不起孩子 就在活了 是俺不好 是俺不好 你 你吃口面子 妈 爸 你孩子能活过来吗 就算打死你 他现在也活不了了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我让你吃 华生啊 华生啊 你凶个啥呀 这事怪不得石头娘啊 我实话跟你说 石头头 爹 爹 你别说了 都是俺不好 都是俺不好 华生啊 这事怎么能怪你啊 哪个当娘的 他不护着自己的孩子 这 这都是天灾人祸 是老天爷的 他不让我有孙子 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你想干啥 不想过了 不想过了 你就给我捆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这份家业都是老子的 等什么眼 在外面待了几年 你觉得有本事了啊 看不上你媳妇了 我告诉你 你媳妇是老子跟你说的 有本事别冲着你媳妇 冲着我来 你要是觉得有本事 找一房顶回来我看看 没本事就和你媳妇 好好地过 别整天发脾气 甩脸子的 这个家我说了算 你说的媳妇 俺不要了 坦生 坦生 你给我回来 你兔崽子 坦生啊 你回来 你回来 你这个小兔崽子 你走 你走吧 别再进我这个家门 我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爹 爹 别生气了 石头没了 俺生心里也不好受 他不好受 谁的心里能好受啊 你这当娘的心里更难受 爹 俺没啥不好受的 俺都想开了 石头没了 再也不能回来 不过咱家的日子还得往下过 爹 回屋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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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应该让俺 把石头死的真相告诉海生啊 这样 他就不会埋怨你了 爹 这咋能说呢 石头是给光临党打死的 海生要是知道了 海生要是知道了 还不得去拼命啊 爹 俺已经没有儿子了 不能再让你老人家 也没有儿子呀 俺 你 海生 海灵 站住 快 站住 干什么呢 让你站住没听见 老总 老总 咱们欠过面 你忘了 你严肃点 展国问你话呢 干什么呢 俺回木屏 回木屏 回木屏你怎么往回走 把东西忘掉了 回去拿东西 有人 追 手榴弹 走 凉的 假的 给我追 是 快 快追 给我上 是 是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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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别跑 站住啊 别跑 快点 站住 快点 他们在那儿 站住 顾学保 抓住他们 快点 不回事 报告一挡 有尽肺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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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站住 快 谈亮 怎么被包围了 拼了吗 不 下这儿 好 都� 就是 Martha 大家 这事情 我们的 人重要 根本 Del proc 我看见你了 出来吧 再不出来我开枪了 报告 报告 三营长 王团长命令你们赢 立刻集结兵力 进攻对面的山头 那里发现游击队的大部队 有多少人 有一百多人 还有土炮 团长命令你们动作要快 知道了 告诉团组 一个小时拿下对面山头 是 连长 到 命令二连三连 从左右两翼 进攻对面山头 是 走 队长 好 看来这敌人一时半会儿是不会下山吧 粮食可怎么办 村子里面主要的全是国内荡居 我今天一进来就要他们的大户战 要不是你声动起行 我差点就交代了 那就进趟撑 想尽一切法子 也要弄到粮食 还有药品 那安静堂木品 去转安表哥 他应该有办法 你表哥可靠吗 他知道安是游戏队 之前给安送过钱 好 咱明天下试 去 看这油 和什么 她能吃 赢了 你 害羞 我 是国军的营长吧 对 他现在已经是团长了 你记住 商人和军人打交道 没有不花钱的礼物 只是早晚而已 而且 你花的钱 要比他多出好几倍呢 爹 我记住了 林老板 这几天咱们的生意不错 一天能挣五块大洋 你咋不高兴呢 你不懂 这儿跟生意没关系 林老板 是不是家里的事啊 林老板 有啥事别闷在心里 说出来 咱们一起想办法 这老人说 瞅一瞅白了头 再大的事咱们也得想得开啊 你帮啥 帮你帮你自己吧 回去睡觉 回去睡觉 快来 林老板 走走走 这账还没算完呢 明天再算 走着瞧 俺一定要有自己的家 俺自己得找个媳妇 你烦不烦哪 俺说俺困了俺要睡觉了 快快睡觉去 表哥 是俺 海亮 快开门啊 海亮 您那下午没事吧 真是太危险了 有余队长在哪 我就没事 你说你胆子也太大了 现在满大街都是告示 官府到处在抓你们 你 表哥 你别担心 俺一会儿就走 不是担心啊 俺是担心你 俺院子里住着伙计 人多嘴杂 不安全 前几天 送去银行的老板被抓了 听说就是伙计告的命 这是俺听说了 长话短说 表哥 你想想办法跟俺弄点粮食 还有药 这枪上的药 越快越好 尤其对急等着用 这粮食倒没问题 俺想想办法 只是这药 现在木屏没有啊 得到烟台去买 可是 俺这草变房 这几天也离不开呀 这样 你竟然挨点钱 俺自己去烟台买 行 你要多少 五十块台呀 五十 这么多呀 表哥 这已经是最少的了 俺买一次要很不容易 要拖很多人 行 俺想办法 明天 明天不行 后天 后天中午 海边那个礁石房 俺等你 行吗 行 那俺先走了 行 你小心啊 走了 上面又下来文书了 游击队已经离开了昆玉山 化整围灵躲得住无影无踪啊 这么说 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又扑空了 游击队是太狡猾了 您说这游击队会不会来咱募平啊 这里可距离昆玉山最近 这次朕有可能啊 八十一师独立团的王团长 明天就到达募平 为了游击队 一是搜查游击队 二是筹备良想 筹备良想有商会的 咱不用管 不过搜查游击队 要是警察局能抓到游击队 谢警长 这升官发财 可就离咱不远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马上把所有的弟兄们 全派出去 争取多抓几个游击队 不用几个 一个就行 明白 刘先生 忙着呢 李老板 第一次是来还钱还是借钱 这事话不太方便 好 礼物说去 算了 咱们还是外边找地方再说吧 好 也好 许顺早 李老板招我姐的事 你先照客点啊 好嘞 请 海灵阳真的来了 不得来了 还想借五十块大洋 说他们有机用 你没跟他提我呀 没有 你应该跟他说我在慕兵 找他有要紧的事 我当时想跟他提 可按草变团主张伙计 人多不方便 再说 海灵就带了一袋眼功夫就走了 所以他就没提 不过俺俩约好了 明天在海边见 当时俺再告诉他 你在慕兵的时候 明天我也去 那不行 时间没商量好 海灵会买烟俺的 不会 对 我们都是自己人 你放心吧 老板 来 拿个酒 好嘞 最好的啊 好 郑警官哪 是你们哥儿俩 来来来 坐下 喝哪儿喝一杯 来 坐 不不过了 我还有公事 你们自己喝 那行 那你忙 好 来 长官 您的酒 老板 前妻站上 回头一起接 好 好 慢走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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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见了 这一会儿 钱的事有着落了 没有 这几天啊手头特别紧 七错八错 才做了二十块大洋 我都抽不死了 手头夹到三十块 我想办法 那好 明天中午 咱俩一起去海边 你可一定把钱拿到手 海亮他们真的有机用 唐 你这邮警的地方 知道不对 你知道 我们正在改 虽然有机会 干什么的 我是来找人的 梅姐 梅小姐 找你呢 快去干活吧 你是印城的帐篷吧 是 陈少爷 你是读过书的人 应该懂得规矩 花边社都是些女孩子 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 照您的意思 您也不敢来 我是他们的东奖 我怎么不应该来呀 花边社的东奖 不只是你们的东奖 我们印城也是 是印城的周老板 叫我来的 真精彩 按我们杨老师的话说 这叫旗鼓相当 只不过是柳胜略胜一筹 我是不愿意跟他纠缠 一个帐篷 也不值得我纠缠 我们进去吧 看看花边织得怎么样 陈少爷 既然柳胜是代表印城来找我的 肯定是有事 你先进去吧 说吧 什么事啊 这儿不方便说 咱们去那边说吧 你圈山某里绕了这么大一圈子 就是向我借钱啊 我有急用 你看 你能借给我吗 你是印城的账房 在柜上拿三十大洋 很容易啊 正因为我是账房 所以 我更不能随便从柜上拿钱了 那 你表哥是老板 他肯定有钱 别提了 我表哥手头紧 现在 还欠着咱们印城的钱呢 咱慕萍 我也没有其他的熟人 只能来找你了 好吧 那我就借给你 回去之后我给你送过去 谢谢梅小姐 对 这件事情 先不要告诉你父亲 好 我知道了 也不要告诉陈少爷 你怎么这么啰嗦呢 我谁都不告诉 行了吧 行 那我先走了 柜上还有事 喂 他找你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家里的事 陈少爷 知道花边 你都还满意吗 没 以后你不要叫我陈少爷 叫我名字就可以了 这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啊 你对那个账方 都可以叫他名字 为什么不能叫我名字 好 我以后就叫你名字 进来 等着急了吧 钱给你拿来了 数数吧 好了 我数完了 你就这么输钱呀 那好 那你说 这有多少钱 二十九万 怪不得我爹说你是奇才呢 你用手颠一颠就知道多少钱了 奇才 真是奇才 给你 雕虫小技 我呀 一猜就知道你藏了一元钱 对了 对了 二小姐 我给你写上戒条 不用了 我们之间就不用写这个了 我信你 那不行 你说过 我是印成的账房 做事情 理案规矩来 你先别写 怎么了 借条可以写 但是钱数不能写 为什么呀 钱庄有规矩 借钱是要有利息的 利息当然要有 不过 我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还上这笔钱 那就 按月记息吧 不行 那就 按天 也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呀 钱数先空着 等还钱的时候 我想按月就按月 想按天就按天 到时候 连本带息一起填上 行 听你的 德盛 我想问你件事 你说 你都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 你媳妇咋不来看看你啊 我还没媳妇呢 我还没媳妇得 你还没媳妇呢 你还没媳妇的 我还没媳妇在 你还没媳妇吗 我还没媳妇吗 我还没媳妇呢 你还没媳妇呢 我还没媳妇吧 你还没媳妇呢 你还没媳妇呢 这儿是什么 我还没媳妇 我还能天晒 你也要赶我了 多谢二人姐 有声 你以后不要叫我二小姐 叫我名字 大人 憋 都得到 是 是 接着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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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干什么去啊 送你呢 过来 走 你过来 站住 看看 干啥的 乡下来的 去城里给我姨送点东西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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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想什么去呢 上去 站住 站住 说你呢 挑担的那个 站住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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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说你呢 听不见啊 走 走 走 想下来的吧 是 干什么呢 静晨做点生意 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啊 做点草编的生意 那个呢 我看你小子 像游击队 老董 这话可不能乱说 就是静晨做点生意 怎么可能是游击队呢 我看你小子像游击队 老董 我看你小子像游击队 老董 这话可不能乱说 还就是静晨做点生意 没了 没了 过来 跟我们走一趟吧 快去哪儿 警察局 我看你小子像游击队 就是静晨的生意 我看你小子像游击队 雨飄渺中荡漾 多少泪水 多少悲伤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在烽火硝烟中穿下 多少艰险 多少柔情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画一样的梦想 画一样的青春 画一样的女人 画一样的女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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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